大家好,欢迎收看山河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告白 这是一位母亲复仇的故事 在一所普通的初衷 孩子们正享受着 学校为大家免费发放的牛奶 青春期的孩子总是调皮好动的 班主任森口站在讲台上 对着潮难的学生们 缓缓到处了记忆的故事 森口的丈夫是一名作家 在两人结婚前被查出患有艾滋病 当时森口已经怀孕了 索性她并没有被感染 女儿艾美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动力 一天艾美被发现淹死在一个泳池里 但艾美的死并不是一个意外 杀死艾美的真是森口的两位学生 为成年保护法 让他们没有得到英勇的惩罚 以下称为A和B A是个成绩优异的孩子 有着虐杀动人的癖好 她发明了一个让人一碰就会出电的钱包 这个发明还得了奖 可得奖当天抱着了头条 被一名13岁的少女杀人事件占据 也就是露娜西事件 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 A决定实行一个可怕的计划 B是一个成绩不好 各方面都不出色的孩子 常常容易被人忽略 A可以接近B 送用她和自己一起做坏事 追逐他们把魔爪 剩下了森口的女儿艾美 他们把会出电的钱包 做成艾美喜欢的兔子的模样 趁艾美偷偷溜进来泳池喂狗的时候 骗艾美摸钱包 年后的艾美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 A立马离开了现场 B为了眼干犯罪的事实 把钱包扔过围墙 然后把艾美丢到水池里 伪装成溺水事件 森口说到这里 没有告诉大家凶手的名字 而是冷静地宣布 她在凶手的牛奶中 添加了感染暗滋病的丈夫的血液 孩子们吓得乱成一团 说完这些后 森口就辞职了 新来的班主任是一位男老师四田 她居然还是森口丈夫的书迷 自从森口辞职后 一分匿名的邮件在孩子们中间传播 大家都知道了凶手的名字 B不再来上学了 为了劝B回来 毫不知情的四田 常常带着班长美月去B家里 B的母亲深爱着自己的儿子 她不认为B是个杀人犯 四田成容在她那里 喷一鼻子灰 B每天大喊大叫 喷头垢面 仿佛是一个分子 A的日子也没好过到哪里去 她坚持来上课 日日活在校园暴力中 四田以为这是同学们在嫉妒A 她向大家宣布会好好处理这件事 同学们认定是美月高的状 他们狠狠地惩罚了她 逼着她和A接吻 说到牌子的两人逐渐走到了一起 A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她并没有感染上艾滋 因为森口根本就没有在牛奶中动手脚 只不过是在吓唬她们而已 另一遍B告诉母亲 自己是存心杀死艾滇的 那天她分明看见艾滇已经醒来 她为了证明自己能做到A也没做到的事情 就把艾滇扔进了水中 母亲终于明白自己的儿子 这已经不再是那个善良的男孩了 她想要亲手了解儿子的性命 却被B杀死了 A的心灵会那样扭曲 是因为她最爱的母亲 母亲是个知识渊博的学者 她对儿子的期望非常高 常常用暴力来惩罚儿子 父亲无法忍受这么极端的妻子 夫妻俩就离婚了 母亲留下一堆树离开了A 为了得到母亲的关注 A开始虐杀动物放到网上 发明前冒想要得奖了登上报纸 杀爱艾滇也是为了能登上头条 明天A即将在全校师生面前演讲 她提前在演讲台下安放了一个炸弹 看官在自己的手机上 她计划演讲结束就引爆炸弹 这样就一定会让母亲注意到自己 美月在和A争承的过程中 说穿了A恋谋的事实 老兄承诺的A杀死了美月 美月死前曾经私下和森口见面 森口亲口承认自己没有在牛奶中加血液 还告诉美月自己其实一直在利用四天 四天空用一腔热血 却没有脑子 她维护A的行为让霸凌情况愈发严重 她天天去家房也成功的逼分了B 美月以为自己能理解A 她只是太想得到母亲的关心 才会做出那些荒唐的事 粉刺的是美月正是死在了A的手中 第二天A演讲完毕 按了炸弹的开关 什么也没有发生 森口在电话中告诉她 炸弹早就被她转移了 她假中A的母亲给一留言说要见面 A满心欢喜的来到母亲的研究室 没见到母亲 只看到了一张母亲和一个陌生男人的合照 这也是森口故意安排的 这个刺激让A下定决心安放炸弹 她没有想到的是 森口把她的炸弹送到了母亲的研究室 也就是说A按下开关的那一刻 这个世界上她最在乎的人粉身碎骨了 最终森口用自己的方式为女儿报了仇 A和B的遭遇是很不幸 可是再不幸的遭遇都不能成为他们杀害别人的理由 每个人活着都很不容易 没有人有权利多做别人的生命